台南市运河在12号出现了大量的鱼群暴毙 捞起了1.4吨的鱼湿 这大部分都是湿木鱼 而环保局就研判 这是因为天气突然变热了 水中的溶氧量降低 造成大量的鱼群死亡 一张一张河面上鱼湿体的照片 数量之多让人看到头皮发麻 12号台南中西区运河延伸到安平运河段 被发现出现大量的鱼暴毙 环保局接获通报之后 也派出清洁队人员前往打捞 到12号下午更捞货12大桶 1400公斤的鱼丝 而实地到现场查看 依旧还有零星的死鱼 针对这个现象环保局初步研判 应该是气候突然变热 运河水中浓氧量降低 水质变差 才会造成大量湿木鱼来死亡 根据环保局表示 以往在春天冬天交会的时候 也不乏这样的案例发生 只是这次的数量庞大 环保局也不敢大意 因此也采集水质样本 以及鱼丝检体要做进一步的检测 由其他的因素造成大量的鱼群暴毙 记者文章横台湾报导 我看了一步的检测 谢谢大家